那么桂枝汤的第二个适应症 就是指的凡是太阳病 不管是已经治疗过还是没有治疗过 那么只要见到了头疼 发热 汗出 雾风寒的 你就通通的用桂枝汤 那么大家说了 这些症状不就是太阳中风症吗 你看我们看13条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症候 太阳病 头疼 发热 汗出 雾风 桂枝汤主治 所以一般在解释这一条的时候 是说张中景又重新补充了 太阳中风症的临床表现 强调了太阳中风症应当用桂枝汤来治疗 每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 我总在想一个问题 想一个什么问题呢 张中景那个时候写书所用的工具 是竹本 是木本 所以他写书所用的工具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 所以他常常昔墨如金 用的文字是越简练越好 那么第12条 刚刚写完了太阳中风症 主治用硅制汤 那么第13条 再重复一个太阳中风症 他会这样做吗 我就常常这样想 那么有一天我在门诊 来一个小伙子 感冒发烧看病 那么正好我带的同学呢 都是我们本科班二年级 正在学伤害论的同学 这个小伙子说 昨天晚上下雨啊 我从单位回家的时候 也没有带雨衣 也没有带雨衣 就淋湿了 我想我身体挺壮的 不怕雨淋吧 没想到谁 回到家里呢 就是自己洗了洗 就开始睡觉 睡到半夜的样子 全身冷啊 冷得质打哆嗦 然后打喷嚏 B6清鼻涕 身上疼 头疼 随后就发烧 衣食表39度 这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么自己从抽屉里 找了一片解热振痛药 他也没说清楚是什么药 反正是解热的 退烧的西药 吃了一片也没出汗 又吃了一片 紧接着又吃了一片 出了一些汗 第二天早晨起来 头还是疼 身上还是疼 活动活动呢 喝了一点热粥呢 身上也出一点汗 但是体温呢 38度左右 好 一上班就到我们门诊来了 他把这个病讲完了之后 我们同学 有的说 这是典型的太阳伤寒 表示症 因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 昨天夜里起病之初 先有的寒战 冷的质打哆嗦 后有的发热 而且在寒战发热之后 发热之后 身上一点汗都没有 一直吃了两片退烧药 才稍稍出了点汗 说这是个太阳伤寒症 到现在他还有头疼 他还有全身的疼痛 另外一部分同学说 你今天早晨怎么来的 小伙子说 我挤公公汽车来的 他说那你出汗了没有 说我早晨喝粥的时候 出了点汗 这一挤公公汽车呢 又出了汗 现在身上又没汗了 这帮同学说 你看看他现在有头疼 有发烧 有汗出 是太阳中风症 这两组同学就争执不休 那么争执不下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了 第十三条 张仲景说 太阳病 头疼 发热 汗出 误风 规之汤主治 那么这个小伙子呢 有没有头疼啊 有 有没有发烧啊 有 有没有汗出呢 稍稍动一动 有汗出 那么 有没有怕冷呢 他现在还是在怕冷 那么正好符合 第十三条的这个症状吗 所以我突然觉得 第十三条 是不必要去变 具体是中风 还是具体是伤寒 你说这个小伙子 你给他变成中风症吗 他起平之初 确实先有寒战 而以后见的发热 一点汗都没有 头疼全身的疼痛 又是个比较典型的 太阳伤寒症后 可是现在呢 他吃了西药 退烧药以后 你再说他是典型的 太阳伤寒 表示症 那就不大合适了 因为他一活动 就有汗出 可是你要诊断 是太阳中风症吗 他起病又不是 典型的太阳中风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就适合第十三条的 这种状况 就是对症状用方 所以这就是第十三条 凡是太阳病 不管经过治疗 还是没有经过治疗 不管原来是中风 原来还是伤寒 只要现在症状 见到了头疼 发热 汗出 怕冷的 见到这四个症状 你对着这个症状 用桂枝汤就可以了 所以这实际上 不是对第十二条 太阳中风症的重复 而是扩大了 桂枝汤的使用范围 它和第十二条一样吗 它不一样 第十二条就是典型的太阳病的中风症 用桂枝汤 那是桂枝汤的适应症之一 而第十三条 它扩大了桂枝汤的使用范围 不管这个病原来是中风还是伤寒 经过治疗还是没有经过治疗 现在不大好确诊是中风还是伤寒 只要对着这四个症状 头疼 发热 汗出 怕冷 你就用桂枝汤 这叫抓主症 对症用方 注意这个症 我写的不是症后的症 而是症状的症 第十二条 太阳病 太阳中风 那是既变病又变症 第十三条 只是说太阳病变病了 但是它没有辩证 你对着这四个症状 用方便可以了